各位家长的小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美术老师 由于呢就是清晰肯谈 当天我可能会就是因故家里有事需要请假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先预录好 就是当天呢可能会跟大家就是报告的事情 还有可能大家的疑问 那我在之前呢有录一段就是有关于美劳材料的说明 然后学笔的使用方法 那接下来呢我要再跟大家补充 就是有关于111学年度学生美术作品的比赛的增见实施计划 基本上呢这个比赛呢是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小朋友可以参与 那小朋友呢一共有五个项目 所以有绘画类的部分 那就在此简单的说明一下 每一个小朋友最多只能参加两件作品 那它除了绘画类呢 还有就是平面设计类 还有漫画类 还有雪墨类 那雪墨画类 繁画类 那基本上是五种绘画的选项 那你可以任选两种 然后参加这样子 作品一定要四开以上 因为之前小朋友有人教八开的作品 那基本上是不合规格的 关于参赛表 在网路上学校公告栏可以下载 那如果下载有困难或是印表有困难的同学呢 老师这里呢会准备一些预备的报名表 那你来的时候提早过来缴交 那学校呢缴交日呢是20号以前 如果你们希望委托老师帮你们交的话 希望你能够在19号前交 因为我可能还要再看一下 你画的内容填写的一些资料表格 有没有完整 再此提醒一下 就是有关作品尺寸的部分 基本上我刚刚有提到绘画 版画 漫画 平面设计跟水墨 它的尺寸呢除了水墨之外 全部都是四开的尺寸 比较特别的是水墨画 它的尺寸是70乘以35公分 这是比较特殊的尺寸 因为一般你如果去书店买水墨的值 或是棉值 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个尺寸 那请就是要参与的小朋友要留意一下 还有它里面有提到说 指导老师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一直是小朋友有时候会疑惑 要写还是不写 如果你没有这件作品不是老师指导的 那也没有校内的老师指导你 那你可以不用填写 那如果是在我的美劳科画的 或者是说你有私底下来接受老师的指导 不知道那你认为是老师指导你的 你可以写我的名字 那之前有人提过说是校外指导的 可不可以写校外名字 那我看今年学校规定是说 只能写校内老师 所以你可以选择写或不写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关于各州的美劳用具呢 老师在开学初就已经有传给各位班级的群组 那就是有大致的归纳 每州需要带的工具材料跟创作的主题 但是因为每个班的上课的进度 还有疫情也有可能影响 包括说学校有些特殊活动插入的配合 所以也有可能会做一些微调 那以往呢 老师是在每周星期五的时候 会固定呢 写各班 下周要带着同一的美术的用具 那在各班的小白班写 现在因为校内的网页已经变成比较最新版的 那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功能 我可能就是会在班级的群组先预告老师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先跟你们大致的说明 还有就是在功课表连结的地方 如果老师有提供那个可以写各星期级 然后各科要注意的事项 我有时候也会补充的填写说明 那原则上呢 请按照老师之前给你们那一张清单呢 去准备各周要用的材料 那还有就是呢 整学期需要用的材料的这个部分 那我有从上一个视频 有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那我希望同学呢 就是可以的话都尽力的去把美术的用具买齐 因为这个对小朋友来讲呢 有足够的颜料会比较方便 那我不见也不希望小朋友没带用具跟同族的同学借 因为有时候用把编的材料用太多会有纠纷的问题 所以如果没带用具 第一个我会在我的这个上课态度表做登记 然后第二个我会用我个人就是准备教室公用的材料来借小朋友 但是在借的过程中会花一些时间 而且用完要清洗规管 老师要清点 这些都会耽误上课的时间 所以我希望小朋友呢 可以的话都是尽可能的能够备齐材料 因为这个呢 向自己方便 那也让老师呢 教学呢 会就是不影响同学太多的时间来借还东西这样 对自己也比较好 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比较多家长在询问有关材料的这个部分 那一方面我也是希望提醒家长 就是小朋友的材料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耐用的袋子来装 那专用铅笔盒 美老专用铅笔盒 我希望是独立于上课的那个铅笔盒 一般书写的铅笔 因为广化铅笔 我是建议是用2B以上的 2B4B这样 2B以上的铅笔这样子 然后还有像水笔啊水彩笔啊 这些都是有别于一般的那个铅笔利用的 还有像是黑色的那个铅笔 有人在问黑色的铅笔大概怎样 那给大家看一下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牌子不一定要买这样 这种系 这种的 就是有时候可以花一些线条 这种笔大概就可以了 先从尺寸的水彩笔大概就这样 那我有提供三个号数 仅供参考 不一定要一模一样 前后多两号三号 我觉得就是大致上大宗小 这样就可以 我提供两种尺寸的水笔 那比较要注意的是 我希望水笔能够贴上姓名贴 而不是一个水笔贴一个姓名贴 而是呢 水笔的盖子 贴一个 然后水笔的笔杆贴一个 因为常常有小朋友盖子不见 然后有纠纷 这个水笔没有盖子呢 它比较容易损坏 要特别小心 这个是细小毛笔 没人有一支 那我希望说小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要贴上姓名贴 卷一圈就可以了 关于墨汁 我会建议买这种无足墨汁 我跟老板没有认识 但是呢 以前我们大学的老师 也是推荐我们这种墨汁 因为类似的价格 别的厂牌有的品质不OK 然后也没有比较便宜 毛笔一个中台一个小台 是方便写大字跟小字 我有建议小朋友自己准备 就是围裙还有某物 就是清理用 然后以防衣服弄脏 那有人没有围裙的 你也可以准备一个T恤 就是上美劳科专用 可以弄脏的那个T恤 弄脏了也不会心疼的那种衣服 比较长的 也可以来当成围裙来 避免衣服弄脏 还有一个比较多人疑问的 就是有关于雕塑刀 雕塑刀不是雕刻刀哦 差一个字差很多 雕刻刀是做板画用的 那个金属的 那雕塑刀是塑胶的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你有一只两只 我觉得就可以了 这个在一般书店 就是大部分都有卖 网路上也有 就是雕塑用的刀 粘土雕塑刀 非常谢谢大家 那如果还有疑问的话 也可以呢 就是透过 可能老师提出你的问题 那我尽量在 清室肯谈前 就是跟大家说明 谢谢大家